不需要靠同行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我们看看这位股市的投资达人 他只靠20万来买股票 10年却赚了千万元 36岁的投资达人佛洛阿水 他因为在14年前一场车祸 让他终身坐轮椅 为了要战胜自己 阿水他决定投入股市 专挑价值被低估 产业前景相当不错个股 而且还有散户是反向操作 结果这十几年下来 20万的本钱他滚出了千万的资产 翻了50倍 戴着眼镜掌上斯文 他是人称投资达人的佛洛阿水 难得来一趟浩子的VIP看盘室 就连营业员都赶来取经讨教 拥有台大财经系背景 还是个心理资商师 靠着股海征战十多年 36岁已经赚进千万元 但14年前因为一场车祸 让他从此和轮椅分不开 其实那个生计我后来回想是 我对自己的生计 因为我生计的无能为力 然后转移到家人 可是后来是我爸爸跟我讲说 我母亲在我受伤以后 常常会往上在棉被里面哭 为了战胜自己 阿水决定研究股市 每天K书超过8小时 最后把家教存下来的20万 投入股海 先是利用千禧年电脑换机潮 买进低润股貌系让资产增加到50万 看好钢铁试矿网 靠着中钢让资产变成100万 319枪截案后 台积电一路跌破50 阿水低买高卖 身价飙破了500万 2008年金融海啸后 车市复苏 靠着预日车 手上的资产冲破了千万元 10年苦练下来 资产翻了50倍 散户因为在这个市场里面是资讯最末端的 加码的时候 通常那时候都是股市的高点 然后当他们觉得说不要再买股市 甚至你刚才讲说你要买股市 他劝你不要再买的时候 通常那时候就是一个买进的点 善用自己心理资商的专业训练 阿水研发的读心术 就是要和一般散户反着操作 调股票不止不买贵的 最好是价值被低估 爱乱放假消息的老板 阿水绝对不买他的股票 而产业保存期限长也就是前景展望家 更是必备条件 讲到最近百物起涨 阿水觉得悬股反而有利可图 当你荷包越远博的时候 你在受害的同时 你会发现说 这些公司如果因为你的受害 它而获利 这样子的公司反而你可以重重来切入 面对近期融资大减 但大盘季线仍然向上弯 阿水乐观认为 进场正是时候 即使不良于行 但阿水成功克服障碍 不只累积了千万身价 也让人生有了不一样的新面貌 东森财经新闻 张诚陆念琴台北报道